据环球网4月20日报道 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表示 如果日本能够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韩国没有必要坚持反对 郑义荣称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也与韩放一致 认为日本在将核污水排入大海问题上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验证 此前韩国对日本核污水排放决定做出四大反制措施 包括准备向国际海洋法法庭申请临时措施或提起申诉 各大超市计划继续补销售日产海鲜渔船节对游行等 17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会见郑义荣 后者向美方转达了韩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的忧虑 就在美国高官访问韩国后 韩方对于核污水入海的态度发生大转变 要知道在日本正式宣布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决定后 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还称坚决反对日本的排放决定 韩媒分析称 在美国政府最近表明支持日本的态度的背景下 郑义荣的回答被视为是韩国政府的一种判断 即很难通过外交手段让日本改变排放决定 17日当天 美国克里对韩国的表态是公开的 估计私底下还有一些没有公开的内容 这些谈话才是韩国态度转变的关键